美国好战但不善战 中国肾战但不怯战 美若搞军事挑衅 最后只会自退苦果 大家好 我是乔英华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忙着做一件事 就是把北约的战争触角伸向亚洲 既宣称要派弹道导弹 核潜艇前往韩国釜山港之后 美国最新的动向是 要在东京设置一个北约办事处 考虑到北约的光辉履历 这个组织把算盘打到东亚来 很明显就是想要在乌克兰危机之后 重新寻找一处新的战争成员地 挑衅和遏制中国 美国的这种做法体现了这个国家 在战争上的两个特点 第一是好战 迷信武力征服 在国际交往中 动辄就逃出军事大爆 耀武扬威制造冲突 在发动战争这件事情上 美国已经形成了路径的依赖 美国政客就和下一批吸毒上瘾的人 总认为战争能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远到二战 近到乌克兰危机 都能看到美国上船下跳 从混乱中 余力的身影 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美国兰德之库甚至提出过一个害人听闻的说法 就是比其投入七千亿旧事 不如投入七千亿像某个大国 很有可能是中国 发动一场对外战争 现在美国的债务危机近在眼前 美国又开始蠢蠢欲动 也想要动用军事手段 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是好战 但不善战 纵观二战以后 美国发动的所有战争 会发现这个国家打仗有一个特点 就是顾头不顾尾 从朝鲜半岛 到越南 再到伊拉克 凡是美国亲自下场打的战争 最后都没有办法收场 只会留下一地鸡毛 美国在亚洲买雷的时候 也体现出了这个特点 就在日本兴冲冲的要帮助北约 在自己家建立办事处的时候 北约秘书长却第一时间跳出来泼冷水 说北约是个欧洲组织 只会保卫欧洲成员的土地 不会成为全球联盟 这种看似前后矛盾的说法 反映了美国在亚洲问题上 其实是做贼心虚的 所以不敢把话说得很词 不然按照美国好战的个性 早就轮起大爆 冲上来一队乱全了 在心里没有底的情况下 还贸然对中国这种体量的对手 搞军事挑衅 美国现在的这种做法 比其备战 更像是街头流氓 唇口哨 挑衅警察 又菜又爱玩 这样的美国在备战上 就已经落后了 盛战的中国一大步 一旦爆发冲突 更是没有任何胜算 中国不是美国得罪得起的对手 古时候国家将袁绍 好位虚实 不止兵要 曹操一扫克重 用兵如神 这两段话 刚刚好和现在的美中两国对应上 中国面对美国在武德上 一致是将为打击 近两年 尤其是在近海的武力 已经追了上来 对美斗争的武生 已经是必然的结果 美国好战 但切战 想要战争远离美国本土 所以拼命把预设战场 往中国的加盟口推 客观上 彻底掐灭了自己打胜仗的可能性 中美两军如果在太平洋上打一仗 那么中美的迎面还不一定是谁 但如果在第一岛链发生冲突 美国绝对没有获胜的把握 此外 中国和美国不一样 因为适应战 所以不打无道义之仗 不打无准备之仗 无论是面对北约 还是面对日本 一旦对方使用武力挑衅 中国内部早已经凝聚了充分的共识 绝对不会像美国一样 出现正出多门 虎头蛇尾的闹剧 中国人的战争智慧 美国当年在朝鲜拜祷 就已经充分领教过了 所以这讲兵家有武士 道天地降法 如今美国哪一边都不战先 如果他对中国出手 就是打一场必输的战争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次见